早晨,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一的早晨 隔夜美股方面上升 最主要是因為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在央行聯會裡沒有甚麼防映 是說到年底前會展開所謂Tapering減債 不過就不會這麼快提加息 市場認為這個訊號偏夾一些 因此刺激股市 恒生指數不過就牛皮一點 低開一點之後還要到跌 暫時看法我覺得 外衛持續景氣 應該還可以站得穩 看今個星期有沒有機會搓一下 仍向著站25,000 望望26,000 1000點水平上落 留意周末時差不多全部車股都出齊了業績 其中一直跑贏的比亞迪似乎份業績 信息一些 反而令市場憧憬 長氣吉利可不可以抬頭呢 他們今天都學得挺好的聲福 繼續建議大家如果強勢破頂 留意長氣 如果追落後的好選擇會留意吉利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抬頭